欢迎收听《老娜要还俗》 作者一梦黄梁 播讲欢迎空 第562章 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猜他今天呢 就会打电话来找我们球放过 我们的水晶已经将青城刷到3.8分了 十分的走分 3.8分 这已经是烂片中的烂片了 而且我也和几个院线已经谈过了 他们并不想参加到我们争斗中来 但是呢 如果青城连续三天表象不好 他们虽然不至于将他下映 但是会将青城的排片量拉至最低 甚至是午夜长 这消息 我估计李雪莺应该知道了 而我们呢 也只要死死的在舆论上压他三天 他就完了 以我们的财力 他根本就无法反抗 他想酒香不怕巷子深 如今这个年代 酒香也怕巷子深才是真理呀 光头司令说道 李总跟着点头道 嗯 有道理 不过 他真的要是今天投降了 那就没意思了 我还想看看雪莺女王的高傲呢 高傲 希望他还能高傲得起来 冯从道 哎 这家伙 竟然真的一点都不关心我呀 李雪莺从佛堂里走出来 发现方正竟然没在外面 下意识地嘀咕道 我师父 要是不管你 就不会为你祈福了 念了一天一夜的经 就在这时 一个声音从上面传来 李雪莺抬头看去 只见红孩儿坐在菩提树上 手里拿着一块竹笋 随手掰了一块 放在口中 咬起来那是咔咔碎呀 是咔咔碎 看起来就很好吃的样子 李雪莺再一次心疼寒竹啊 然后好奇地问道 你 你师父真的为我 祈福了一天一夜 是啊 中间都没吃饭呢 饿得跟孙子似的 大半夜 把剩饭都吃了 红孩儿道 阿弥陀佛 托儿 你刚刚在说什么 就在这时 方正出来了 笑眯眯地看着红孩儿 红孩儿心头一颤 赶紧就跳了下来 管不了李雪莺 怕他摔倒 而惊呼的声音了 哎 连忙说道 师父 那个刚刚托儿说师父 英明神武 老帅了 真的 方正眉毛一条 笑容满面 笑得红孩儿那小心肝 乱颤 赶紧跑过去 拉着李雪莺道 哎 不信 不信你问问李施卓 李雪莺看看红孩儿 再看看方正 再想想那句 饿得跟孙子似的 顿时被这师徒俩的表现 给逗乐了 然后笑道 我作证 进行没有撒谎 红孩儿感激的看了一眼 李雪莺 然后一副师父 你看我很乖的样子 看着方正 方正走过去 敲了他头一下道 这次就算了 再有下次 为师念经给你听 红孩儿一哆嗦呀 赶紧就告诉李去了 又闪人了 趁着方正还没反悔 远离危险 才是王道 你这徒弟很怕你呀 李雪莺也不知道为什么 听到方正 为他祈祷了一天一夜后 心里是一阵呢 原本的负面情绪 彻底就散了 反而和方正啊 就调侃了起来 方正感叹道 哎呀 这孩子呀 从小缺少好的教育 疲势得很呢 贫僧要不威猛点 他就要上天了 你 你还威猛 李雪莺乐了 方正怎么看 都跟威猛没关系 倒是挺匀衬 不胖不瘦的 方正理所当然地说道 当然了 好吧 你威猛 李雪莺只当方正开玩笑 根本就没当回事 心情好了 方正问 好了 想开了 不管成败嘛 至少我做人 还不算失败 到什么时候 都有一帮朋友关心我 是不是 李雪莺傲娇地说道 方正眉毛一条 阿弥陀佛 施主傲娇了 扑刺一声啊 怎么什么话 到你嘴里都变得搞笑了呢 李雪莺哭笑不得的 就在那想着 傲娇不奇怪 但是方正一本正经地说出这么一句 就是凭空增加了喜感 方正无奈地说道 贫僧说的是实话 那 那你就当我傲娇吧 李雪莺说到这 仰头看着菩提树道 我听说这菩提树曾经冻死了 后来又活了 对吧 方正点头 李雪莺又道 我会连那一棵树都不如吗 一部电影而已嘛 有这么重要吗 方正问 投资方半路已经撤资了 后来的资金全是我出的 赢了呢 我名利双收 输了 我就一无所有了 李雪莺说得很平淡 似乎真的放下了一切 阿弥陀佛 方正什么都没说 法师 你认为我会赢吗 李雪莺忽然问道 方正一愣啊 说实话 他也不知道李雪莺会不会赢 虽然他花了功德 但是系统有时候很坑 所以 就在这时 系统忽然开口了 气韵加持上了 今夜凌晨就开始发挥效果 方正顿时松了口气 随后微笑地看着李雪莺道 好人好报 风雷再大 终究要过去的 明天是个晴天 什么意思 李雪莺一愣啊 方正只是笑笑 却没有多说 因为 天机不可泄露 指点可以 但是别说破 否则 后果自负 系统道 这一点呢 方正早就知道了 所以方正一直以来都不说破 要么你就说半句藏半计 要么你就直接引人入梦 做了一个梦 你 李雪莺见方正不说话 一阵无奈 然后挥了挥手道 好吧 你不说就不说吧 谢谢你的机言好了 刚刚我在菩萨那里许了一个愿 若是这次风波能够平安度过 我给你建一座观音殿 说话间 李雪莺已经走远了 可惜他没有听到 身后某个无良主持啊 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是住持 下了山呢 李雪莺又接到了一个电话 是来自李军的 雪莺妹妹 听说你遇到麻烦了 需要帮忙吗 李军笑道 哦 原来是李总啊 我们没那么近 请叫我全名 至于李总说的麻烦 我并不知道 如果有的话 那也是我的事情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李雪莺道 李军的声音立刻就冷了下来 雪莺妹妹 别拒绝得那么干脆嘛 一共就三天 昨天第一天很惨呢 今天是第二天 似乎也不怎么样 你说如果后天同样很糟糕的话 哎呀 有人要破产了 那也是我的事 跟你没有关系 李雪莺反问道 当然有关系了 有人让我不高兴了 哼 我想让他登门道歉 还有啊 我有一部新片子 缺一个主演 李军道 李雪莺依然是冷冷的道 你不高兴和你拍片子 那是你的事情 跟我有什么关系 本集播讲完毕 与之后事如何 请点点爱心呗 谢谢大家